哈囉大家,我是Tiffany 今天想要用這支影片跟大家介紹我去北海道的時候 覺得很喜歡,想要推薦給大家的咖啡廳 首先第一家是位在韓館的茶房 舊茶屋庭 這家咖啡是位在金針倉庫的旁邊 所以非常容易抵達,很適合逛完倉庫之後來逛逛 店裡的擺設風格非常特別 我覺得可以說是我看過最漂亮的咖啡廳了 那它的小東西,不管是餐具或者是杯墊也都非常的精緻 很有整體性 我這天點的是熱的紅豆湯套餐 那它的餐點跟抹茶也都是非常的好吃 店面的二樓是販售雜貨的地方 如果喜歡這個風格的人 真的一定會失心瘋 下一家呢是在韓館市場裡面的咖啡店 韓館市場本身是一個魚市場 在這邊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海鮮 人非常的 但是在它的正中間 卻有一個咖啡館 讓你可以坐在市場裡面喝咖啡 老闆的手沖咖啡也是毫不馬虎 這邊也可以買到他們自己烘焙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粉喔 附帶一提 旁邊真的是魚市場 我還去釣了現釣屋賊 我覺得我蠻厲害的 接下來這一家呢 是可以滿足少女心的 它是韓館很有名的 起司蛋糕的創始店 那它的店呢 裡面除了起司蛋糕之外 也可以吃到各式各樣少女心的好吃蛋糕 因為這家店很受歡迎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有小排一下對 不過我覺得蛋糕又好吃 店面裝潢也超級可愛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接下來要忽然畫風一轉 跟大家介紹一些主食類的餐廳 首先第一家呢是湯咖喱 大家知道湯咖喱其實是從北海道起源的嗎 所以來到北海道一定要吃湯咖喱 那這家店它的裝潢非常非常的可愛 店裡掛滿了剪紙的裝置 一直讓我想到前陣子的電影Remember me 而且他們放了超多這種很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又很可愛的小廢物 我點的是要扇湯頭的漢堡排咖喱 超級好吃 但是建議不是那麼擅長吃辣的朋友 真的不要點太辣 我覺得我這次就有點點太辣了 我來日本之後覺得很驚訝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人吃咖喱 都是用用飯沾咖喱 不是用咖喱沾飯 他們覺得這樣子可以維持這個盤子的乾淨 謝謝 分數中 我覺得藥扇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 謝謝 我得到一塊豬排了 藥扇的還好我有嘗試 欸豬排好吃耶 你覺得漢堡排跟漢堡排味道合嗎 我先吃一吃看 我覺得他們兩個沒有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好吃的漢堡排跟好吃的咖喱 他們沒有相關 接下來這家是飯糰專賣店 而且是24小時的 店裡的飯糰都是手捏的 而且有非常多種口味 真的很好吃 不只是飯糰店裡還有小菜跟味噌湯 可以讓你搭配成一個套餐 吃起來其實超豐盛的喔 受到宿舍公餐的影響 我現在早上超級喜歡喝味噌湯的 覺得有種哇 一天開始的感覺 這個是明太子起司 然後來吃鮭魚 明太子起司好吃 我來吃吃看鮭魚 我們在路上看到超多一看就是牛郎的人 一看就是牛郎 一看就是酒店妹的女生 就是三三兩兩的走在一起 怎麼會一起下班呢 好開心喔 怎麼會這麼明顯呢 還有一些一看就是牛郎 一看就是酒店妹的女生 就是三三兩兩的走在一起 怎麼會一起下班呢 這是一個Romance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很早 所以他們可能真的是剛下班 還在東京的意思是新宿 像剛才一樣的跟橋面下班 是吧 是吧 看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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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恩 有看陸地是有趣的 早上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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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